第一届领口家庭日5月27号在领口运动公园热闹展开 新北市议员陈明亦表示 主办单位用心准备了许多好玩的活动内容 近超过数百个家庭报名参加之外 同时也陪伴亲子们一起欢度了最悠闲快乐的周末假期 首届领口家庭日由台湾幸福基金会与新北市议员陈明亦联合举办 27号在领口运动公园热闹展开 透过各项多元活动体验 让大家都能从活动内容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为大小朋友带来欢乐的时光 今天我们办这个家庭日 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一起来参与 能够来到我们这个领口最大的运动公园 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个欢乐的家庭日 活动现场由跑跑卡钉车滑步车骑马射箭 寂静表演以及夜餐市集美食 毛小孩打疫苗等丰富多元的活动 吸引超过数百个家庭报名参加 让亲子间一起欢乐度过悠闲的周末假期 我们很希望大家走出户外能够感受到这个健康的户外活动 所以呢也因为是如此 我希望说家庭日是大家稀老服用一起来参与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呢很自然的来到这个大自然环境当中 大家一起亲子的共游 陈明毅表示现在很多家庭都沉浸在三西世界里 常常看到明明一家人外出 缺人手一只手机来代替彼此交谈 所以办理这场活动 带着大家走出户外享受阳光所带来的情子乐趣 记者胡萱领口采访报道